李锦龙卧去你娘的 殿下救命啊 就你那小胳膊小腿的 还敢放狠话 你特娘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当我们哥仨是没上过战场的小秀才吗 就你那个怂样 五千精兵交给你 你他娘还不得来个全军覆没啊 殿下 您这得管管啊 殿下 您可千万不能着了这小子的道 要是说吟师作对去 秦淮和尚在那些小娘们的苦当 我们哥仨甘拜下风 但要是论上战场拼命 他离九江压根就不行 他全凭的是嘴上功夫 长大哥 这话您可说的不对了 我李锦龙也算得上是将门胡子 是跟着苗红的大名勋贵二代 论丹打独斗拼命 我李九江确实不如你们 但他娘的我也不是怂祸 我现在的职位可是全靠我自己脑袋换来的 好了 吵吵闹闹的 成何体统 殿下 小陈有罪 请殿下不要处置三位长将军 所有过错小陈一力承担 我他妈真是无语了 他娘的 他也欺负人了 三弟不要激动 大家都静一静 孤岛是感觉李九江说的有些道理 咱们踏过万井波涛来到这窝岛 如果连岸都没上 那就太窝囊了 无论如何也得给他们来一个狠的 殿下 就算是要登陆 也应该是墨将去 而且这一次是去震慑窝寇 墨将最合适啊 在这方面墨将也算是家学渊源 七弟说的对啊 李九江你不必心急 这次出征肯定有你建功立业的时候 这样吧 你就跟着冒将军做个仗下先锋吧 小陈谨尊太子爷较量 这李景龙真是可以啊 居然还大大方方的道谢 而且脸上没有一点懊恼的表情 真是不由的让我高看一眼 与此同时的凤天殿 朱元璋的脸色可是非常的不好 都说说吧 现在如何是好啊 这个时候谁敢说话呀 说太子爷说的对 为沿海百姓报了这么多年的世仇 这话肯定是对 但是这可结果眼上 说出这话难免挨一顿停障 怎么都不说话 咱问你们话了 宋连低着头 犹如老僧入定 汤河 李文忠则是一个劲的看向徐达 因为只有他现在说话最合适 陛下 臣有本要揍 你这个做老丈人的终于舍得说话了 启禀陛下 太子殿下为民请愿 报沿海百姓是仇 属于为朝廷争光 并无过错 太子只是年轻气盛 没有准备妥当罢了 臣请陛下准许陈带兵出击 会和曹运总武官陈轩 一举平定沿海倭寇 只是借选至极 让太子过去活动活动筋骨也就罢了 派你这个魏国公出战 实在是有点大财小用 这次咱就看看太子能打成什么样 这皇爷什么时候转性子了 上次太子爷在诸仙镇和瓦剌决战 他可是急着要御驾亲征的 这次怎么还多了几分考教的意思 难道陛下真的被气坏了 陛下 臣愿立军令状 一定保证此战大获全胜 好了 你的意思咱明白 太子那里只是小打小闹 他也和咱说了 只是仗着船间炮利 去沃寇沿海下腹下祸而已 随他去吧 退朝 不对劲 满朝文武一个个心事重重 退朝后出奇的一句话没说就够回个家 深夜 几人在徐达府上的密室里聚在了一起 这里肯定没有其他人 那咱就说了 你们说今天尚未踏实个什么意思 此时此刻的龙舟旗舰 珠彪毅立在甲板上面色凌重 茂蒂 除了五千儿郎 孤载给你两千东宫六绿 此战务必让沃寇闻风丧胆 谢殿下恩典 殿下 前面就快登上了 使命过大船 所有人赶紧准备迎战 儿郎们 受沃寇这么多年欺负 今天咱们终于来到了这里 这里就是沃寇的老巢 今天晚上大索不封刀 所有战利品姑 分文不取 都归弟兄们 孤没有别的命令 只有两条 一不能落单 二不能手软 听懂了没有 这一次山东当地的卫索军 竟然冲到了东宫六绿之前 一个个赤红着眼睛 好像责人而是一般 兄弟们 快宠进前面的小镇子 今天晚上没有剧阀 只有快活 喊杀声中饱含仇恨 卫索军率先和倭寇撞到了一起 小猪儒 看家伙 经过不久的交战 倭寇们崩溃了 他们本就不是什么精锐武士 哪里见过如此精锐的明军 车腿 赶紧车腿 香糖 爷爷我送你一程 于是倭寇的防御力量全军覆没 大明的军队开启了午夜的狂欢时刻 长期线火光冲天 哀嚎惨乎生生若耳 海风中夹杂着浓烈的兴起 和丝丝缕缕的秘密之音 启禀太子殿下 陈宝正所有倭寇 不管男女老少 没有一个火口 好 三位七弟 昨晚浴血奋战 为我大明争光 为我百姓复仇 实在是可喜可贺 回朝之后 孤当禀告父皇 为三位请功 殿下 末将昨晚没有约束好士兵 靠岸之后自当请罪 请太子殿下海涵 如今万请波头之上 请让末将为大明以尽绵薄之力 长茂的意思很明白 就是要替朱镖背锅 毕竟这种大索在五人眼中实属正常 但在文人眼中可谓是最大恶极 朱镖作为圣明储君 绝不能留下这个污点 末将商案之后也是杀红了眼 做出许多有被天河之事 望太子殿下恕罪 俺爷一样 三位七弟是否以为 孤会在乎那些虚名 是否以为 孤会像那些酸文人一样 说什么 大所有为天河 哈哈 笑话 孤是在乎春秋之笔 孤怕时书上 写太子标架灵我岛 彬彬有礼 前我天朝上国之气度 这一类混账话 没错 以血还血 以牙滑呀 殿下身为大明储君 为大明沿海的百姓复仇 本就是天经地义 为什么要遮遮挡挡 为什么要自认为错 说得对 孤怕的是 天朝上国的名声 几个金发碧眼的蚂蚁野人 来到大明 随便地恭维几句天朝上国 就可以获得大量的赏赐 吃最好的 喝最好的 最后只留下了一点破烂 作为帆方特产 用以进贡 自己则拿走了 真金白银的实惠 这种事情 想一想都心疼 但话又说回来 三位七弟 你们回来之前 把石棺殴打了一顿 还撕掉了几页记录 这一次孤不合 你们计较 你们的心中所想 孤也十分感动 来人 传石棺 陈修传 陈道 参见太子殿下 昨天晚上的战事 修传可要如实记载 就写太子镖陵城市 三将进途长崎县 以报大明 沿海百姓多年之苦 长崎县 血流成河 赤地千里 方圆百里无积明 望诸世子孙谨记 犯我黄明者 当斩草除根 物流受诱 殿下 这恐怕不符合事实吧 混账东西 你是史官 齐太史也是史官 你为什么 不向先贤学习 反而这般畏首畏尾 殿下这么一说 陈想起了 崔柱是齐君这个典故 陈这就写 姑让你写这些 只是让大明的 子子孙孙记得 天朝上国 不是别人抬去出来的 而是靠着火枪大炮 打出来的 自家关上门 歌功颂德 鱼肉百姓 拿出些金银财宝 去结各国欢心 完全是畜生行为 殿下 臣愿为您手中之利刃 披荆斩棘 开万是太平 好了好了 出征的时候 姑让你们准备的火油 准备的如何呀 殿下放心 后边专门有一艘船 来存放您所说的黑色火油 那就好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流仓的海图上 在长崎县旁边 有一座大型港口 叫佐世宝 这座港口有岛金 大有有马 这三家倭寇 共同掌管 骚扰我大明沿海的倭寇 基本都是 从这座港口出发的 日用火油直接焚烧了 这佐世宝 没那么简单 这港口如此重要 那三家倭寇 必定是重兵把守 首先得击溃他们的船队 咱们才能有机会焚烧 虽然事情有些困难 但是姑的想法 是倭寇如豺狼 如果咱们大明的天军 只是减软柿子捏 则不能达到震慑之意 只有击溃强敌 砸碎倭寇心中 最引以为傲的东西 才可以让他们闻风丧胆 殿下说的对 我爹也说过 和达子骑兵队冲的时候 一定要先冲杀精锐 才能让他们怕了 否则就算是 杀多少乌合之众 也只是浪费儿郎们的气力 完全是没他娘的弹用 最后还要拖着疲惫之身 和达子主力决战 所以这一次咱们 就不能再搞什么夜袭了 长崎县和佐世宝 相聚甚进 如果姑料想不错 此时此刻的佐世宝 已经开始整军备战了 愿为殿下笑死 这次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